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从2016年1月5日晚上开始的 这一天的夜晚 安徽蹦步发生了一件惊天大暗 一声恐怖而巨大的爆炸声瞬间打破了夜色的宁静 刺耳的救护车的鸣笛穿透了烟雾 2016年1月12日 蹦步下起了大雪 气温骤降 格外寒冷 早上八点半 蹦步是第三人民医院外挤满了人 这一天 一位名叫张杰的重伤特警 将被紧急转往上海瑞金医院 闻讯而来的人都揪着一颗心目送着他 有人扶着单架树 坚持住 好好活下去 有人悄悄地将一束鲜花放在了他的身边 张杰的全体战友列成两排 长长的队伍从抢救室门口一直站到救护车前 当他经过的时候 每个人都向他行一个标准的经历 张杰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一个人能够感动一座城市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周前 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2016年1月5日 晚上6点 邦步市光彩小区一栋六层居民楼上 有人在家中堆放了大量液化器罐和汽油桶 扬言要引爆整座居民楼 警情重大 周边数万名群众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邦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张杰 接到指令后立刻赶赴现场 当时嫌疑人吕某某所在的402室门窗紧闭 所有能够出入的门窗上 每隔十厘米就盯着一块钢板 所以能够掌握到的室内具体情况非常有限 谁第一个进去 谁肩负的责任就最大 面临的风险也最大 包括张杰在内的五人突击小组分工的时候 原定是张杰的徒弟石磊先上 可这时候张杰却拦下了他 邦步市特警支队支队长孙虎告诉记者 常常身处险境的特警 多年以来留下了这样一个传统 那就是危急关头带长字的先上 党员先上结了婚的先上 你五月份就结婚了 这回还是我上 行了 啥也别说了 就这么定 已经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身为中队长的张杰 没有丝毫有意 这是一个用生命做出的承诺 交注着一个英雄群体生死患难的情意 和临危寿命 不惧牺牲的担当 特警队员悄悄地从隔壁翻窗进入了吕某某家的阳台 八点左右 吕某某的情绪突然失控 大叫着 我要把楼扎了 我们要一起死 正在此时 特警队员突然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液化气的味道 不好 嫌疑人已经动手了 情况危急 不能再等 现场指挥部果断下达了强攻的命令 破门锤咚咚咚地狠狠砸向阳台门 但却发现 此时阳台门里已经被钢板封得死死的 砸了半天 只砸出了一个小洞 勉强能进去一个人 但这时 吕某的情绪更加激动 一边大喊着 你们进来 我就要把你们都炸死 一边就打开了两个液化气罐向外放弃 危急时刻 张杰伸手进洞猛地掰开了一块钢板 纵身钻了进去 警察 别动 此时的张杰能够清楚地看到嫌疑人手上拿着的引燃物 吕某某看到张杰也突然愣了一下 趁着这一到两秒的时间 张杰飞身上前 把他的两只手死死地扣住 然后一个爆腰摔摔到了屋内 远离液化气罐和汽油桶的一角 将他死死地摁在了身下 然而 在那一瞬间 屋内飘散的天然气和挥发的汽油 也达到了爆燃的临界点 轰的一声 巨大的火浪 卷过张杰和犯罪嫌疑人的身体 同时也把冲进来的几个特警队员掀翻在地 当时我知道是爆燃 楼是保住了 但液化气罐还在漏气 身上已经稍着的张杰 忍着剧痛和呼吸困难 艰难地爬着 挡在了吕某某和液化气罐之间 直到战友们找到气息微弱的他时 他仍然用手死死地压在吕某某的身上 事后 警方从屋里清理出了十个液化气罐 两个汽油桶 其中五个气罐的阀门已经被拧开 一个汽油桶的盖子已经被打开 如果说这些亦燃亦爆物全部引爆的话 那么威力相当于八百颗手雷 如果行动再迟两秒 后果不堪设想 从开始破门到处置完成 整个过程只有四十三秒 而四十三秒过后的张杰 全身百分之三十的面积 已经有深二度烧伤 脸部尤其严重 让我们再看看张杰之前的照片 多帅气的小伙 然而现在 他的脸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人还活着吗 年近七旬的张杰父母来到医院 看到哭成一片的战友 颤抖着温抖 张杰因气管被严重灼伤 入院后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 看着儿子被推出手术室 父亲张刘成立刻上前 但眼前的景象 让这个从事了一辈子公安工作 自己也曾因功负伤 缝了一百零三针的老英雄 目不忍睹 张杰的父亲张刘成 回忆在医院见到儿子时的情景 哽咽地说 身上像被烤焦了一样 浑身碳黑 血肉模糊 找不到眼睛 嘴巴 我想摸摸它 可一碰它 就是一手的肉和皮 张杰的爱人流着眼泪说 整整一夜 她都紧紧攥着我的手 身体不停地抖 我知道 她是真疼 三天后 张杰的生命体征稍微平稳 她看见了忧伤的父母 她在手写板上 用尽力气写下了四个字 只有我上 张杰用自己的毁容 重度烧伤的惨重代价 保住了那栋居民大楼的安全 和周边上万群众的生命安全 然而 在后来 张杰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却显得很平静 她说 当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 当人民需要我的时候 我只能选择奋不顾身 这是人民警察的职责 我从不后悔 张杰虽然 越过了烧伤后 第一道生死考验的关口 但是她还面临着 大大小小 无数次的直皮手术 和康复训练 也就是说 还有无数的鬼门关 在前面等着她 那么 张杰能挺过来吗 明天 我们继续来分享 《时代楷模》 张杰虽然